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财经网house 我是阮木华 本周虽然台股连续拉出周K线连二红 这个气势非常强劲 然后还突破了16500点 但是你会发现其实美债的疑云仍然是没有办法挥除 美国共和跟民主两党似乎还是在角力跟坚持之中 下周即将卖入美债所谓的X day 或者有人讲说D day 就是6月1号美国财政部长叶伦讲的违约日 说财政部的钱已经快要用光了 到时候没有办法再支付了债券到期的本金跟利息 那要违约 那么麻烦的一件事情 这么严重的事情 即将在下个礼拜到6月我们就会遇到了 所以在这个礼拜就变得很关键 这个周末如果两党再不能达成协议的话 拖到下周恐怕风险因素就会更上升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元指数已经节节上升了 已经上到104点 它已经达到了这个两个月来的高点 仅仅低于矽谷银行3月那时候爆发危机 那时候美元指数的高位了 你就说再拖下去 非常有可能会创下矽谷银行爆发危机以来美元指数的高点 那当然亚洲货币的贬押就非常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礼拜整个亚币导成一片 人民币离岸债案价格双双破7 连日元又重新贬回了140 这个台币在30块8这个地方苦苦的挣扎 你会发现整个亚币 韩元也是一样到这个1330附近 你会发现整个亚币其实非常疲弱 就是这种所谓的资金面的问题 那但是台股确实独抢 这也是令人出人意表的一件事情 AI概念股整个大涨 那我们明天会就这个台股的部分来跟各位分析 我们今天要来谈一下外汇市场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美国的经济出现了很大的分歧 到底经济会不会衰退呢 也是一个疑云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Market公布出来的最新的经济数据 服务业跟制造业出现了大分歧 各位看到往下掉了很厉害的是这个制造业 制造业仍然疲软 跌破50之后站不回去还是继续往下掉 但是你会发现服务业却是一路往上升 这条绿色线服务业的PMI一路往上升 显示美国的就业市场服务价格仍然非常坚挺 那在这样情况之下联准会能停止升息吗 而且能如市场预期的在下半年开始降息吗 恐怕就没有那么单纯的对不对 另外一个我们看到 花旗银行的这个旌旗指数 一般旌旗指数我们叫做旌下指数 也就是说这个指数如果往下掉的话 就代表经济的这个预期 经济的现况是不如预期的 你看到这个指数 其实在5月创下了一年来的高点之后 这个最近开始急转直下 很明显的往下掉 那过去的经验就是说这个旌旗指数 跟PMI都会呈现同步 那换言之旌旗指数往下掉的话 我们可以预见美国制造业的疲弱 还会更持续下去 那一方面制造业疲弱 但是服务业还是很火爆 这样的情况之下 联准会似乎降息 或者说停止升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所以市场现在目前对于联准会 6月的会议 6月会议是6月13跟14号两天 那对于6月会议是不是停止这个升息 市场看法已经开始动摇了 已经有这个三成的人 30%的这个交易员 这样的一个几率认为说会升息 再升一码 但是还是有将近七成 认为是不会升 就停止升息 因为鲍威尔也讲清楚 那个区银行的问题 银行雨天收散 已经让这个联准会 可能不需要把利率升到这个这么高了 这个鲍威尔已经先表态了 那我们看到这礼拜很明显 美元指数在往上坚挺 那美元指数往上坚挺 当然跟这个美债的危机 是有绝对的相关因素 那美债危机 我们也有一个调查数据出来 给各位参考 就是美元指数 在美国触及债务上限前后一年资产价格的表现 一年前呢 基本上它的资产价格表现是 震报酬0.8% 一年后它还是震报酬1.2% 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就是说呢 在这一段期间里面 它超过了平均报酬的0.7% 代表呢 有危机 其实美元资产是因祸得福 所以看起来美元指数似乎啊 过了债务危机之后 我们都认为债务危机是一个假议题 会解决啦 但是 过了债务危机之后 也许美元不见得会转落 这个问题呢就会关系到台币 跟亚币整体的价格的走势 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很关心汇率 因为汇率往往是股市的前瞻嘛 我个人认为这波台股的上涨有点诡异的 就是说 它其实跟汇价是脱钩的 你可以发现台币其实是反步在走扁 但是呢台股是 这么强劲的一个走势 那这样的一个走势 就是我们过去的这个看法都是 经验词就是说他们都会出现一种 所谓乖离之后的修正 换言之呢不是台币呢这个升回去 就是台股要跌下去 会不会是有这样的可能呢 我们今天请到了这个外汇专家陈友中 来一次帮我们解析 从美国最新的债务的危机 到美元指数到日元的走势 到人民币双双破7 以及呢到台币的走势 一次帮我们的观众朋友全部解释清楚 把这个最前瞻的看法提供给您 友中你好 老大哥大家好 那大家担心这个债务危机 看起来这一次共和跟民主两党是这个死咬了 就是说一定要这个要坚持己见 那到最后不是搞到6月之后呢 整个债务危机会爆发吗 是 我下一个注脚 就是大胆的预测一下 就是说这个债务上限的问题 恐怕还是观观难过 观观过 怎么说呢 因为你认为还是会过过 对为什么 因为我们来用一个议题就可以看 看两党之间的一个主要议题的供防站 那这25年来的话 几乎都是卡在这个债务上限的问题 沦为共和跟民主之间互相的一个角力 我带一个图表大家可以看 你看这个 那个大家为什么很担心这个红色这条线 就是现在目前的一个 美国债务的一个上限的一个总额 总额来讲的话 现在已经高达到31.4兆美金了 那这个的话已经来到了目前调高上来的举债上限的一个标准 也就是说再上去的话政府就没有钱了 那因此来讲的话整个政府就可能会停摆 为什么大家很担心啊 因为绿色这条线的话 就代表什么 美国的债务占 那个美国GDP的一个比重 现在高达1.36倍 大家很担心 哇那这个路不付出那怎么办呢 美债会不会崩盘 大家不用担心 为什么大家去看那个日本 日本的话 那个债券的话 在他那个债务的话占他GDP的话2.6倍 那你说日本有垮吗 也没垮 他只是什么 债留子孙 所以美国的话未来可能会发生也是叫债留子孙 那我们说重点是看为什么说这个关关难过关难过 我们就要看这个两党的角力的问题发生症结点在哪里 我们看前两次 这20年来前两次比较大的 比如说Shop down 政府停摆了 没办法上班了 那被迫公务人员要休假 无薪假或休假等等 那这个发生前两次 各个分别前两个总统 包括欧巴马的时候 欧巴马说2013年的8月 发生Shop down了 那怎么办呢 他停摆了16天 哇那个自恃可大 因为停摆一天就损失15亿美金 16天的话就240亿美金 有130万的人是领不到薪水 公务人员 那因此来讲的话政府Shop down了 那后面的川普的话上来更惨 2018年的12月也Shop down了 也又因为债务上限的问题 两党不愿意提高又出现问题了 那那个川普的时候的话 他Shop down多少 35天史上最高 也就是说他经济损失超过5、600亿美金 那我们发生说这两次的话 分别都有重大议题 包括2013年的话是什么 欧巴马健保的问题 哦你没有发生 因为两党之间谈不拢啊 所以就破局了 所以才会Shop down 那那个川普时代是什么 美墨边境要逐墙 大家有没有记得 美墨边境要逐墙也不通过 所以两党又角力 所以Shop down了35天 史上最久 那你说这次两党之间有没有议题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议题啊 两党都是一次对外 是要对中跟对二啊 目前看起来没有什么重大议题 要造成他们所谓的陷入僵局 所以我才会说 这次的5月底6月1号 应该可以顺利过关 关关难过关关过 那如果再不信的话 第二点你去看什么 看美金 因为前几次的话 只要发生这种的 你看25年来来来回不下15 20次了 那来来回这么多次的话 都会发生怎样 如果发生这种问题 大家就问说美债会违约 那美金都是先下跌的 你有没有发现 最近美金有没有跌 没跌还上涨 现在美金指数来到104的 为什么上涨 那代表说 市场上也大胆预期说 那根本不会有消档的问题 也就是不会有停摆的问题 所以我可以说应该可以顺利解决 那这次的话为什么 美金可以上涨 我们又要来做一下教学 跟他教学一下 我们常在提到说 美元经常会有一个特性 美元有什么特性呢 美元有微效曲线的特性 也就是美元经常走两端 在景气很好的时候 美金上涨 在景气崩跌 全球景气崩溃的时候 美金也上涨 因为全部的人都跑到美金去避险 那这次有一点点这么味道 那你说这次的话 那到底是轻微的微笑 有人说是 是小偷的微笑 还是蒙娜丽莎的微笑 是小丑的微笑 那目前看起来来讲的话 小丑的微笑的机会 比较不大 就是要很高上去 对 因为我们目前看起来 美国经济是有点 要稍微衰退下来 但还不至于崩溃 所以应该不是小丑的微笑 这么大的一个曲线 也就是说不是走在最极端的 全球崩溃 那应该是哪 蒙娜丽莎的微笑 也就是说 美国景气会稍微切缓下来 但不至于会崩溃 那这样可以解释的话 就是说 美金短期现在上涨的空间 应该有限了 也就是说美元的话 要上涨到前一波高点 三月初的高点 105.88的话 机会不太大 也就是说现在 104.85的话 应该稍微的话 是短线反弹的一个满足点 所以美元的话 我今年认为还是比较看空的 为什么呢 大概我刚才的图表 大家可以看一下 美元今年如果要走升的话 它要有几个条件要符合 一通膨要回升 第二 Fed的话要转阴 第三的话 你目前利率学准它很高 所以我们说美元 虽然巨人瘦身的还是巨人 但它还有利差优势 因为它的所有利率水准 它还是比其他央行的话 都来得高 其他国家主要央行来得高 所以它还有利差的诱因 那第四的话就是说 如果经济真的崩溃的话 那当然所有钱都又跑到美金避嫌 那我们说今年我认为说 走空的机会还是比较多 为什么条件比较多 第一个的话 通膨已经看到和缓了 第二个的话 Fed有可能适度要去转割派 也就是说不升息的 第三的话 股市是不是都很好 股市都很好的话 钱当然也是放在股市的 不会去放在保守的美金 那第四的话就是双资资有没有恶化 目前看起来财政资资有恶化 贸易资稍微比较没有恶化 那第五的话是说去美人化 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提到过 有三大领忧 第一包括外费储备 各国的外费储备多元化 第二的话 全球各国央行都在减持美债 第三的话是 所有的贸易 因为俄乌战争之后 都绕过美金了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看起来 走空的条件比较多 所以因此来讲的话今年啊 恐怕还是相对比较走空的一个环境 所以有另外一派说法 就是说因为现在全世界 开始部分声音喊出来这个去美人化 所以美国在这个地方更不能让美元落 所以两党大家演演戏 形成危机 制造美元走强的这样一个机会 再因为另外一方面 美国现在有这个物价高涨的问题 他当然也不热鉴美元贬太多 否则助长通膨 此外就是因为联准会还在QT 看起来也没有太快降息的机会 所以还是希望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资金能回流美国 让美元走强回流美国 所以这是另外一派说法 这某种隐含的一种 所谓台面下的这种味道 所以在这样状况之下 刚有中也讲了这个 因为这次美债的危机看起来严重 但事实上最终要破局的可能性不高 但是已经造成美元指数从101点回升到104 一波段的一个回升 开始去美元化的声浪也降低了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国际政治的艺术 经由两党的这种所谓的对手戏 把他演出来这样一出危机边缘 但是让美元走强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国际政治角力的艺术 呼应一下刚刚有中所讲的 但是在美元走强的情况之下 亚币纷纷走贬 台币也贬到了接近30.9的关卡 另外日元是贬最大 日元最近贬到139到接近140 事实上今年日元到5月23号 已经贬幅超过了5%接近6% 另外人民币双双破7 我们讲双双是什么意思 就离岸跟债岸价格双双破7 人民币也创下了今年的新低 那韩元也逼近了今年新低的这个位置 那台币当然也贬破了年初的位置 因为贬到了接近30.9 其实已经贬破了年初的位置 代表台币今年已经转贬了 但是是一个小贬的情况 那这边就要请教友中了 就是说你觉得日元是真贬还假贬 日元会不会在这个日股 创33年新高 资金大量流入日本的情况之下 带动日元回升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日股最近很强 日进二污指数重新回到31,000点 31,000点是什么概念 31,000点是33年的新高 巴菲特含涨日股带动了这个 这个国际资金进入到日本 某种情况也是一个避险的味道 但是日元则是创下今年的新低 那这个到底隐含的是什么样的意味呢 对理因来讲的话 如果说资金蜂涌进去日本的话 那日元应该要升值 那不过日元却是不升反扁 那主要我带一个图表给大家看 为什么会这样 市场上氛围还是偏向在期货市场 大家看这个左上方这个 那个 期货的一个部位的一个表现图 那柱状图的话代表在日本日元的一个市场里面 美金对日元的一个做法 也就是往下的话代表对日元是做空的 那我们目前看到期货部位的一个进攻单 还在家族当中 也就是说虽然大家去买日股 但并没有大幅的把钱费进去到日元 那代表说日元跑出来钱更多 为什么日元跑出来钱更多 就是失望性卖压 为什么会失望性卖压 因为迟迟大家本来说4月9号 新的日盈总裁 直田上来来讲的话 应该慢慢从以前的鸽派 超级鸽派 起码没有变鸽派之前也要重力 目前看起来好像还没有 还是维持相对的一个鸽派 迟迟不愿意去放关所谓YCC的一个曲线 所以他不放弃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话 会使大家失望性卖压 大家原本期待说日元应该要翻墙了 结果没有翻墙 变成全部大家都抛售 这也为什么说期货市场 纷纷都还是要抛空日元 那这样日元还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主要来讲的话 他陷入所谓的恶性循环的螺旋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日本的话你看2012年以前的话 他大部分的环境是通缩的 所以通缩之后安倍当首相的时候 才会发展的安倍经济学 让日元贬值促进经济发展 那日元贬值的话很抱歉 也造成了输入性通膨 当后来没有输入性通膨 没有延伸很大 但输入性通膨之下的话 爆成贸易的逆转 本来是顺差变成逆差 逆差又更扩大的话 国际收视帐不好 让日元又被抛售了 所以这个恶性循环的话 一直困扰的说日元 走不出这个格局来 那再来的话我们说日元为什么最近还是扁 我们认为说应该是政治考量的成分也蛮大的 为什么原本的话大家认为说岸田首相上来的话 自然本来大家一度在二月以前的话 还认为说日元总裁的话 应该会派谁出来 派他副总裁宇宫上来 结果宇宫没有上来 反而是派学者的植田上来 那植田的话是MIT出来的 相对是比较阴派一点的 就我们的理解来讲 是相对比较阴派一点的学者 那理因来讲的话 他既然没有遵循的原本黑田的一个幕僚 上来反而是用植田上来 而且植田一上来羽工就走咯 连他副总裁他不用NDA 所以显然来讲的话说 整个日盈的一个总裁里面的 央行里面的官员里面都已经换血了 也就是说已经换一轮稍微比较偏阴派一点了 那理因来讲的话 因为日本要发现到他输入性通膨出来了 所以他的CPI也占到3以上了 所以他有开始以前通缩 现在不是通缩 现在是面临到通膨的一个紧张 所以为什么说岸田上来的话 他所重要执政的一个目标 是重什么 重通膨的经济 为什么 因为今年经济大家都不好 你拉台经济没什么功效 所以但你一致通膨 就可以抵消民怨 所以他的目的 还是选票考量 对选票考量 所以目的来讲的话 他应该今年的主轴是要压制通膨 压制通膨的话日元不能太扁 结果日元反而扁啊 对那为什么呢 因为政治上来考量 为什么岸田首相的话在内阁里面 位置做的还不是很稳 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六大派系里面最大派系 日本的内阁 日本里面 政府里面我来讲的话 那个自民党里面六大派系 最大派系是谁 安倍派 安倍派这次选举也选得很漂亮 参众议院高达94到97席 还是最大的一派 那你说安倍走了 还有安心界还有弟弟可以掌握啊 所以显然来讲的话说 安倍派还是最大的一个派系 所以岸田上来的话 他不敢一翻两瞪眼 人走了不能查量 不能马上就很冷冰冰的 马上就摒弃了安倍经济学 所以他一方面要附助这个神主牌 二方面的话他又希望说通膨要压下来 所以他面临了所谓两难 所以日本的话他的个性就是很温和 他每次做执政的话 他都不敢大道破釜 他都要东看看西看 考虑东考虑西 所以很牛步化 所以我们认为说 本来应该来讲的话 应该日盈的政策应该说慢慢转阴了 不过因为他这样的一个特性 使得他施展不开来 那施展不开来的话 就会使得今年的日元的话 显然的话点的压力比较大 升的话空间比较小 所以整体的话也压缩了今年日元 渴望升值的空间 好 所以去买日股的这些机构法人 外国的机构法人 大概也很清楚日元的走势 可能是偏便 所以基本上他们就去放空日元期货 然后买日股这样子去做避险 对不对 对 不然的话我都是 这个去买日股 我赚了股价赔了汇差 所以我就去放空日元期货 然后去做避险 所以刚有东解释的非常清楚 那再来谈一下人民币 人民币离岸战争价格双双破七 我看连中国央行都出来发言了 包括他有一个外汇的最高决策小组 也出来讲说不要含空人民币 不要投机炒作 看起来他也有点担心 这个人民币持续贬值的问题 那当然人民币会贬破七 一般都认为说是反映经济不好 是不是这样 是当然了 因为看起来来讲的话就说 中国经济的话体质还是没办法转好 为什么这么讲 我带这个图表大家可以看 这一两个月来 柱状图的话 这是路透社对于在人民币市场里面 你愿意做多美金还是做空 做空美金 那目前看起来柱状图都往上走 代表什么 纷纷这一两个月又再做多美金了 在做空人民币 为什么会这样做法 跟着他的基本面不佳有很大关系 大家看一下我带来这个 PMI指数的一个 绿色的话这是PMI指数 原本的话 3月以前的话一度还有占上到 那个50以上 结果4月马上又掉到50以下 来到49.5 也就是相对来讲是比较疲弱了 那为什么相对比较疲弱 大家想说不对啊 5月1号的话我们看到媒体报导 哇中国大陆报复性出游 那不得了所有的 不管是长城啊 北京故宫啊 全部都是起了满满满的 水泄不通 哇那理因来讲起庆应该大好啊 因为有报复性的一个出游 应该有报复性的一个消费啊 结果看不到 为什么 因为现在流行一个字眼叫什么 穷游 贫穷的旅游啦 也就是说 封了这三年了快封掉了 大家没地方透透气 所以最近全部大家可以解封了 可以出来透透气 突然透透气可是不敢花钱 为什么这三年来都没有收入了 尤其去年一整年很凄惨 你知道吗中国大陆的话 青年喔 青年的失业率的话 现在目前高达19.7啊 快要编年去年 那个7月毕业潮的最高峰 因为去年是封城的关系 19.9啊 那史上第二高啊 代表失业率 尤其在7年这一块 失业率非常的一个严重 那严重的话代表说 我那个前几年的话都没有收入 那所以我出来只是透透风而已 我根本不敢下手去买 所以看得多啊买得少 所以也就是说对实际内需帮助不大 对为什么我们说 你看看最近4月份的话 中国大陆的进口衰退 居然还远比出口衰退还更大 那代表怎样 代表内需还是扶不起来 那你美中角力之后的话 出口也不好 那你内需又拉不起来的话 那当然中国就出现很大的麻烦 所以中国的两大领忧 第一个我刚才提到过是失业率 第二个的话民间投资不振 这个跟房地产泡沫有很大关系 房地产现在也是死水一片 对那所以中国大陆经济的三驾马车 哪三驾 第一个进出口 跟美国角力嘛 所以进出口也不好下来了 第二个的话投资不振 第三的话消费 我刚才提到消费 消费没有出来 所以我们中国大陆我们现在很担心 他现在面临一个结构性问题 有点像1990年代日本 也就是说日本人还要富起来 中国大陆是还没有富起来 所以中国大陆还没有富起来就先老了 为什么 因为他死是一胎化嘛 所以他的人口红利不见了 不像印度那么强 所以整体上的话 还没有富就先老 那恐怕这个结构问题会困扰的 中国经济可能是长期化 所以中国经济的话 我们现在发现一个问题 尤其是四月份 四月份的话你看第一季的GDP多少 好像还不错喔 4点多对不对 4.5左右而已 我好像有负数上来了 结果你去看他CPI 李银来讲CPI应该要谈上去嘛 结果CPI只有0.1啊 对快通缩了 那这个已经就是明显的通缩了嘛 你的CPI根本跟不上GDP的一个脚步 所以你已经陷入所谓的实质上的通缩 所以人民银行恐怕未来恐怕还是得要降息 所以在降息之下的话 美国跟那个中国的话是南原北侧 美国在升息中国在降息 除了利差套损都超过两三%以上了 这种有套利的一个诱因之下的话 当然大家还是做多美金 做空人民币 所以对短期的预期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每个月都会来上节目 我们都先预期未来一两个月 这短期的预期看起来的话 可能未来一两个月人民币还是相对比较偏贬 那一方面贬值也可以帮助一下出口竞争嘛 第二个呢 刚有中讲说有通缩的问题 有潜在通缩的问题 所以人民币贬值也稍微可以舒缓一下通缩了 所以这基本上刚有中所讲的 就是国际的一个大角力 全世界资金就这么多 你什么货币墙资金就往那个地方流 所以大家资金流来流去的情况之下 在整个经济为最后面的一个后盾的情况之下 大家国际角力去争夺这个全球的资金 刚刚谈到这个中国跟美国之间的一个关系 其实呢在这个会市上面 你可以看到他们真正在对垒的话 是应该是货币而非军事 军事那个都是摆在台面上面的 但是真正短兵相接的 有在这个对垒的是这个货币 那最后讲到人民币如果偏扁 日元也扁韩元也扁 台币要独强不可能嘛 因为这个都出口竞争对手嘛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台币 现在看起来有机会重返31字头 因为这个礼拜已经到30块8 甚至这本波段有到30块9附近 所以感觉起来好像要破31破30 但是为什么没破 另外呢 你可以看到台币跟台股居然脱钩 过去呢只要是这个台币贬值 你可以看到这个黄色线就台币 往上走扁 那台股都会往下掉 但是这一波台股却大幅往上翘 这什么原因 所以我说这个可能也是跟政治有很大关系 都政治牌 对政治牌 最近走得很这样 我们今天节目这个浓浓的财经政治味 对为什么 因为你看4月12号 4月12号以来来讲的话台股是上涨的 台币却是相对比较偏扁的 为什么脱钩了 为什么脱钩 我说跟中国大陆寄出对台湾的贸易壁垒调查 有很大关系 4月12号你看他注意这个时间点 4月12号提出来的时候是刚好执政长推出候选人 那他说day night时间就是WTO就是调查半年 那李宁来讲day night应该要到10月12号 他说有一个诞书 是情况的话可以再延长一季 也就是要延长到明年1月12 那你就觉得很敏感啦 1月12那隔天是什么 1月13号要选总统 所以很明显的话 用政治的一个干扰力量 又要可能要干预我们的选举 所以这个政治的味道相对浓厚的话 就会拖累台币的一个走势 台币天不怕地不怕 李宁来讲要跟着台股走 台股强的话应该台币要升值 可是为什么脱钩 因为有政治性的一个干扰 那政治性的干扰 我们现在比较担心什么说 贸易壁垒调查严不严重 其实不严重啦 为什么有2400多项的话 其中来讲的话 绝大部分我们禁止大陆进来是农产品 因为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农民 农产品的话占的比较多 大概37% 那工业产品的话比较少 大概15%左右 那这些的话 其实占我们出口的比重不大 只有5-6%而已 我们主轴啦 我们的出口主轴是什么 是支通讯电子电机机械这些为主 因为我们六七成都是他 那这种农产品跟那个工业的话 我们相对比较小 所以他即使来的话 我们全面对中国大陆开放也没关系 对我们来想 损伤比较小 那我们比较担心的是什么 EFA EFA的话对 23下协议也对我们的浪力可大了 为什么 我们发现到 这个图表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海关资料 我们从2007年 那个2017年 比如2016的话 那个蔡政府上来之后的话 李银来讲的话 你现在的话政治是比较趋于冷淡啊 我们陷入所谓的已毒不回啊 那经济还很温和啊 蔡政府上来的话 对中国大陆的一个那个顺差的话 贸易顺差的话有七千多 七百多亿喔 等到他等到去年截止的话 既然还不降反升 李银来讲政治冷应该要两岸不往来 每一年都超过1000亿 对 结果 美金喔 超过1000亿美金喔 我引用来是台湾海关资料 如果我引用大陆的出国海关资料是1565亿 那因为他算应该有算到三角贸易 对对对三角贸易 所以那可是我们长期以来的话 你看我们台湾的话 对外的话 所有的国家对外的话 我们大概都维持在这七年来 大概五六百亿上上下下波动不会太大 所以我们现在很担心啊 如果大陆不让利给我们了 EFA中断掉的话 那我抱歉 他的红色供应链又再度掀起 所有东西都爱用国货 不用你台湾货的话那怎么办呢 那可能跟我们拒绝往来的话 我们对他的一个巨额的贸易顺差的优势就掉下来了 不过他也要看看他能不能一下把台湾货都断掉 当然这不可能 因为30年已经帮助太紧了 因为还有很多半导体资讯通讯产品 对 主要是他的需求所在的 但大陆的话就是政治挂帅 他有一个政治的标语说 你吃我的饭不准炸我的锅 所以因此来讲的话 这个政治的意涵会让我们比较担心一点 说那这个恐怕的话 因为中国大陆对我们的出口比重还是最高的 去年三月曾经一度还来到50%最高 后来出口一路的下滑 现在的话新年第一季还有35% 那你说好啊没关系啊 中国这样的话那美国上来啊 美国你这样上来你知道美国占多少 占16%而已 所以你要用美国这一块来补他也很难 那你说好啊南向呢 我们又没办法加入ACCEP 我们没办法加入东协 所以东协的话我们也一直拼不出来 那欧洲一直都维持在10%左右 所以显然来讲的话就说 中国大陆这一块是不能掉的 因为中国大陆啊 这个是母死的几代关系 那这个几代关系的一个经济纠葛 已经30年了 所以要完全的切断 完全断奶是比较不可能的 所以整体上的话 这个政治的氛围就相当的一个浓厚 如果是说政治相对陷入冷灶的话 新博弈的开始 还有大家提到过了 美中台的三角贸易 这边比重最高的是什么 自通讯电子电机机械 那这些的话 如果因为美国又继续对中国 实施所谓的科技制裁 那这样的话会使我们的 限缩我们的三角贸易的总额 所以因此来讲的话 我们会看到三月份的外销订单 居然负25.7 这是14年来新低 而且还是月比衰退 对 出口的话曾经1月的时候是最差 负21 那最近稍微有改善一点 但还是-13 所以显然来讲的话 我们也受到中国经济疲弱的一个拖累 所以这样一个拖累之下的话 当然也造就了台币相对比较偏扁的环境 而且亚币整体也是走扁 所以说台币要独强大概也很难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 有东西预测就是说日元今年还是会偏扁 台币可能一直也还是相对 比较弱势的一个结构 应该这样讲吧 就是台币要大升应该几率不大了 对 我们说今年可能台币可能就走政治盘了 你说两岸关系上位比较好 比如说比较偏向蓝的 候选人那个民调比较高的话 迫起台币就比较重生 那如果偏率的候选人民调比较高的时候 台币就比较偏扁 所以我说今年台币非常会走一个政治盘 台股也许涨多了会因为台币脱钩关系 出现一些修正 压回修正 但压回修正以台股这么强势的一个走势来看的话 也许压回就是一个好买点 那今天非常谢谢友宗了 这个在周六的早上陪我们度过了一个很重要的外汇之旅 让我们知道未来一段时间 国际货币的一个发展趋势跟走向 那观众朋友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请记得六日早上九点钟准时收看我们节目之外 可以把我们节目介绍给您更多的好朋友 我是阮木华 我们礼拜天再见 拜拜